8月的外公家前面有一條浚溝 那側面如圖,這是一個等要T型 A珠平行VC 那AV又等於C珠 再來VC是兩公尺,A珠是五公尺,水溝升三公尺 好,所以這裡 這個叫3,那 水位升高到2.5,所以我的這一個長度是2.5 所以我要問的是EF的長度 我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說一個T型其實就是一個 平行四邊形再加上一個三角形 所以我從這邊做一個 平行線過去 好 比例有點不對啦,因為我的2畫太長了 但 反正這裡是2 那畫過去這裡一定也是2嘛 這裡也是2嘛 所以這裡是3嘛 對不對,5-2等於3 所以我只需要再求出這一條X的長度就好了 那 我說V1比Va 第一個部分,你要先知道V1 比上Va到底是多長 好,V1比Va 那你自己看一下這一個三角形 我知道 我知道V1 比上Va 一定會等於我的這個比這個 是不是等於 這個很像是什麼 小L 的比 等於大L的比嘛 所以V1比Va 一定會等於我的 2.5比3 OK 所以 V1比Va V1 一定會等於我的2.5 比上3 再來 看到 A V 好,AV 不知道這個三角形 A,V F好了 A,V,F這個三角形 我就知道 V1 V1 比上 Va 就會等於我的X 比上 AF 所以 V1比 Va叫 2.5 比3 會等於我的X 比上 AF 剛好叫做3 所以 X的答案就叫做 2.5 所以整個 EF的長度 你就把2.5 再加上2 答案就會得到 4.5 這是EF的長度